当时是01还是02年的时候在这里买的房子 当时花了60万 而且姐姐家的这个装修花了100万 比我们房子还要贵 之前啊大家都说拉姆家的装修特别好看 说藏族装修也太豪气了嘛 那今天拉姆到我姐姐家做客来了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好 这个装修特别好看 你看这些是一个前院 就平时做喝喝茶 然后楼上全是种的一些花花树树 这个房子的话总共面积好像是200多平方 看起来很大 然后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姐姐家的一个客厅 平时就是家里有客人啊就会在这里招待 然后你看这些是一些红酒啊 就是西式家藏式的那种 你看一下我们藏族的话 就平时柜子呀 还有这些凳子呀 这些床啊 还有小桌子啊 都是木质的 而且喜欢那种带花纹的那种 然后就还有我们这些摆盘的 都是一些木质的 带着一些吉祥八宝的图案就特别好看 你看这些天花板就特别好看 这些都是手绘的 我们家那些的话没有手绘的 应该是请了专门的那种手绘的 然后手绘的 我们以前老家的话就会有很多装修 就会有这种手绘 但是城里还真没有 然后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小房间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房间有没有印象 就是拉姆之前抓50万虫草的时候就是这个房间 平时我和姐姐做虫草生理就是在这里 除了装虫草以外 这个房间就没啥用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从楼上的话就是卧室了 卧室就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佛堂 我们轻轻地看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去楼上看一下吧 楼上的话都是阿姨种的花 大家可以看 我们有很多外地朋友过来到我们姐姐家的时候说 这边氧气很足 因为花种得太好了 我们上去看一下 然后这边是厨房 看到没有 厨房家具也都是木制的 什么都很齐全 特别好看 在厨房旁边还有一个自用厅 这个自用厅家具也是很齐全 平时吃饭都是在这里 所有的家具也全是木制的 你看一上来就是花花 这些都是阿姨种的花 看好漂亮哦 这就是我以后老了的梦想 我要把我家的那些全部都种成这样的花 平时楼上姐姐说没少人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愿意天天待在这里 你看这里还种了柠檬 西藏的柠檬 拉萨的柠檬 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些床 又是看着沙发一样 其实后面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以把枕头去下来 然后在这睡觉 所以我姐姐家平时客人特别多 我说20多个人就睡在这里 不像我家里人 我家里人可能顶多10个人 但是他们家经常客人比较多 楼上就是这样子的 反正我刚刚问了一下 姐姐的爸爸妈妈 当时是01还是02年的时候 在这里买的房子 当时是房子200平 当时花了60万 不知道内地现在200多平方 要花多少钱 而且姐姐家的这个装修 花了100万 比我们房子还要贵 大家觉得 姐姐家的装修怎么样呢 是不是比拉姆家的好看很多呢 我也这么觉得 我以后要把我家的房子 就修成这样子 很温馨 很好看的那种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 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 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